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青 你真是够了 连路人也挠补了我 魏青 魏青 你醒了吗 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呀 我知道这一刻是幻觉 在过去的两年里 它不止一次这样出现 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祈祷时间再慢一点 放心吧 有你在 我就没事了 等等等 给我死心吧你 放手放手要死了要死了 过敏治好了 现在又给我来异想症 我看你不仅脑洞要治 这眼神 我想起了 我五点公司还有会 先走了 坐下 行好 你最近脑洞开得起 是不是也经常眼前一黑 视力下降得厉害 我知道这两年你经历了什么 人越是痛苦的时候 越容易对事物产生依赖 你没有选择药品 而是选择了拼命工作 这点让我很欣慰 但是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知道了 工作上 我会节制的 我说的不仅是工作好吗 你对周氏的执念 也是时候应该断了吧 你说得对 可是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的 是放下周氏 还是接受不了被他抛弃的现实 我知道 让你面对很难 但如果你不迈出这一步的话 你的人生会永远停留在两年前 抱歉 陈医生 我会尽快想办法的 虽然 现在还没有方向吧 那要不要回到你们相识的地方找找 或许 回到源头才能重新开始呢 我车子好像故障了 我车子好像故障了 这样吧 你先找人把我的车拖到休车上 就好 其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费青你真是够了 连路人也脑补了我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上哪儿接你啊 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 这样我给你发个定位 挂了啊